第八题 道尔顿的原子说提到以下四点 请问哪一点内容可以说明质量守恒定律 这老师上课也说明过了 道尔顿原子说 讲化学反应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数目没有发生改变 既然种类一样数目一样 所以当然质量会一样 所以这一点就可以说明质量守恒定律 因此第八题问我们说 请问哪一点内容可以说明质量守恒定律 我们答案选的是诸 化学反应是原子重新排列成新物质 反应中原子的种类与数目不改变